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1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据家通社周五晚报道 BC省省长引大位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前所未有的山火 截至周五晚山火已经迫使至少1万人撤离 省长说情况迅速恶化 BC省应急管理厅长波威马说 BC省接到疏散命令的人数 在一小时内从4500人增加到1.5万人 另有2万人处于疏散警报状态 厅长说 紧急状态允许BC省强迫不愿意合作的伙伴 在火灾中合作 不过到目前为止 合作非常好 由于目前的天气和极端干旱 BC省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 因此野火是该省目前的首要任务 厅长说 看到West Carolina 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令人痛苦的画面 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知道这对该地区的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局面 我的心与你同在 他说 BC省山火局做了英勇的工作 不仅保证了奥克纳格人民的安全 而且保证了全省人民的安全 并补充说 它正在与Litton第一民族密切合作 确保他们的安全 厅长敦促处于疏散命令 或警报下的省民遵循指示 确保你正在尽一切努力保护你的社区 如果你接到疏散命令 你必须立即离开该地区 请做好准备 为你 你的家人和你的宠物 准备一个应急计划和一个工具包 他说 BC省野火服务运营总监 Cliff Champman也表达了对消防员的感激之情 他们都工作了很长的时间 整夜工作 把人们从家里拉出来 确保人们在街道疏散命令时离开 同时还试图控制一些极端火灾行为 他们是英雄 位于西Kalona的房屋继续燃烧 该市的消防队长说 大量建筑物业被烧毁 McDougall Creek的大火失控 已经蔓延到大约10500公顷 摧毁了该地区的房屋和其他建筑 与此同时 其他几场大型野火正在燃烧 引发了全省各地的疏散警报和命令 在南奥克纳根Kalmiras附近的Krager Creek 野火已将189处房产置于疏散警报状态 其中19处处于命令状态 据省野火管理局估计 这场大火的面积约为2.2万公顷 在大温哥华地区附近 布雷泽峡谷发生了几起大火 从Hope到Lytton的1号高速公路 因野火而关闭 截至周五 大火的面积超过8700公顷 加上利顿以北15公里处较小的Stand Mountain野火 促使几个社区撤离 Lytton也处于撤离警报状态 再往北 Casper Creek野火在Laluit 已吸超过6500公顷的地盘燃烧 促使Scormish-Laluit地区的一些房屋 发出疏散命令和警报 除此之外 由于McDougall Creek野火 Kelona及其周边地区 还进行了一系列疏散和情报 由于附近的垃圾填埋厂发生大火 UBC大学奥克纳根分校 发布了Kelona地区的疏散力 社交媒体上帖子显示 位于学校校园附近的 Gilmore垃圾填埋厂着火了 一段视频显示 市中心有一座巨大的火焰塔 烟雾弥漫 大学事务主任Matthew表示 这一警报适用于校园内的所有员工 学生和教职人员 他告诉CTV News 人们应该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 他们已经要求校园内立即疏散 他说目前还不清楚 有多少人受到了警报的影响 截止周五下午 BC省野火管理局列出了 380起火跃的野火 其中16起是被认为 值得注意的失控大火 无论你在省内的哪个地方 一定要听当地紧急情况官员的最新出散力 大家关注一下 可能最近有钱拿 最近针对加拿大税务局CLA的一项新的集体诉讼 可能会给部分加拿大人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 TotSpit已对CLA和加拿大政府提起诉讼 声称他们在保护加拿大人的机密信息方面 玩忽职守导致了大范围的隐私泄露 在这起集体诉讼中 Sweet声称 几个在线政府门户网站的保护措施不足 允许坏人在为新加拿大人同意的情况下 访问他们的在线账户 还说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诈骗犯使用真实账户 申请加拿大紧急反应部驻军 Sweet要求法院命令加拿大政府 究其所谓的侵犯隐私和信用监控服务支付赔偿 以补偿所造成的伤害 但CLA则在一份声明中进行了回应 加拿大政府没有做错任何事 那么在这场集体诉讼中 到底是谁有资格获得赔偿呢 只要您收到通知或您有理由相信 自己可能在2020年3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 在加拿大政府的在线账户上经历了隐私泄露 那么就有可能会被纳入诉讼 在这起集体诉讼中 加拿大政府的在线账户包括 CLA账户Service Canada账户 或通过使用加拿大政府的品牌 凭证服务GCK访问的任何其他账户 CLA的一份新闻稿写道 如果您符合上述集体定义 你将自动被纳入集体诉讼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参与 但该诉讼也称 如果民众想继续参与这项集体诉讼 将无法就自己可能遭受的任何具体个人赔偿 向政府提出索赔 目前尚不清楚如果达成和解 每非加拿大索赔者可以获得多少赔偿 审判的日期尚未确定 声明中写道 在集体诉讼中将为整个群体寻求损害赔偿 法官将决定此类损害赔偿金 因如何在集体成员之间分配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加拿大的房主 因为每月的还款额意外增加 已经对目前的房屋贷款感到后悔了 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和按揭协会 对1000名加拿大人进行的一项调查 超过三分之一的房主表示 他们对贷款感到后悔 21.8%的人表示 由于加拿大央行持续加息 他们无法支付贷款 自2022年3月以来 央行基准利率已攀升至5% 推动房贷利率的上升 30.2%的房主表示 如果他们知道利率会攀升这么多 他们会买一套更便宜的房子 买房是一个令人兴奋激动的过程 REMIC首席执行官Joy White表示 购房后60到90天 如果过度透支 购房者的兴奋可能变成后悔 他们的房子可能成为永远的债务 近一半的房主认为 他们要到60岁才能还清房贷 一些人认为可能要到70岁 75岁 甚至80岁以上才能无房贷 一些房主后悔被锁定糟糕的利率 大多数人说 他们不知道每月确切的还款额 没有查过 此外59%的人不清楚 央行当前的政策利率 68.4%的人不确定 达到当前的利率5% 他们的房贷月工是多少 倒查发现10.5%的加拿大人认为 银行总是有最好的贷款利率 21.2%的人认为 银行给他们最好的利率 是因为自己是忠实的客户 White表示 人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虑这个概念 加拿大人相信银行 永远不会提供 他们负担不起的贷款 但银行真的会关心你的生活质量 并纳入每月的贷款计算吗 加拿大政府18日要求Meta解除对其平台上国内新闻的鲁莽禁令 允许人们分享有关该国西部山火的信息 本月Meta开始在其Facebook和Instagram平台上屏蔽加拿大新闻 以回应一项要求互联网巨头为新闻文章付费的新法律 一些逃离黄刀山火的居民向媒体抱怨说 这项禁令阻止了他们分享有关火灾的重要数据信息 Meta屏蔽新闻的鲁莽选择 正在损害人们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 获取重要信息的渠道 遗产部长Pascal Sonn-O 在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中说 为了加拿大人的安全 我们呼吁他们今天恢复新闻分享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消息 加拿大交通部长早些时候表示 这一禁令意味着人们无法获得关键信息 直升自由党议员Chris Battle昨天抱怨说 Meta封锁新闻的行为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 Olly Williams是黄刀Camby Radio数字广播电台的负责人 他告诉CBC 人们纷纷在Facebook上发布新闻的截屏 因为他们无法分享新闻源的链接 作为回应 Meta的一位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表示 该公司已经在Facebook上激活了安全检查功能 该功能允许用户在发生自然灾害 或危机后传播自己安全的信息 这位发言人补充说 加拿大人可以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访问 官方政府机构紧急服务和非政府组织的内容 Meta表示 用户不是来其平台看新闻的 强迫公司为其在平台上分享的内容付费 对其业务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由于BC省正在爆发近400起的山火 BC省汽车保险公司ICBC提醒BC省省民 其基本汽车保险不承保山火造成的汽车损失 BC省汽车保险公司SBC表示 为了应对此类意外情况 车主需要从该公司或私人保险公司购买 可选的综合或特定风险保险 但对于那些居住在已经受到火灾影响地区的人来说 现在购买可选保险可能为时已晚 SBC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如果您的社区处于疏散警报或被命令疏散 则在警报或命令解除之前 您将无法购买新的综合或特定危险保险 但是您依然可以购买保险 以将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包括BC汽车保险和可选的碰撞保险 或具有基本保险和扩展第三方责任的临时运营许可证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